近日,在甘肃兰州佛龙平小学的操场上,一幅30米长的精美剪纸长卷在操场上徐徐展开。 这幅大美甘肃的巨幅剪纸由师生共同创作,历时6个月完成。 作品内容以古代丝绸之路、甘肃境内的标志性文化元素为特色, 展现出大美甘肃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。 今年11岁的学生范育昆参与了太平骨和牛肉面部分的剪纸。 他告诉记者,在剪纸的过程中,根据老师的指导,加入了锯齿纹、水滴纹等技巧, 更考验剪纸时的耐心功夫。 通过和小伙伴们的齐心创作,了解了自己家乡优秀的历史文化,深感自豪。 这个太平骨是我们兰州有名的音乐乐器。 在现在已经或者是说小小稀有,但是没有人古老的在学习这种艺术。 我们希望把这种太平骨剪了以后,各家的希望后人也会学习这一代这种古代乐器。 这个是我们兰州历史有绝的牛肉拉面。 它发明了很多时候,并运助本地使用,圆满成功。 它们的香,就是获得这个行为消费的很好,所以就接着它们下去了。 一张材质,一把剪刀,在新中国七十华诞即将到来之际, 佛隆平小学的师生们用中华民族最传统的艺术形式, 剪出了家乡的好山好水,为祖国献上一份祝福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